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蹦蹦 欢迎收看本期的这是常识 爽肤水也称颈肤水 化妆水等 它的作用就在于再次清洁 以恢复肌肤表面的酸碱质 并调理角质层 使肌肤更好的吸收 并为使用保养品 做准备 所以洗完脸之后 使用爽肤水可以迅速补充水分 专家建议 油性皮肤使用紧肤水 健康皮肤使用爽肤水 干性皮肤使用柔肤水 混合皮肤剔驱使用紧肤水 敏感皮肤 选用敏感水 修肤水 爽肤水用手拍 还是用化妆棉擦拭 如果你当爽肤水为 结肤的最后一个程序 能清除残留的印记 那么应该用棉花片 由下网上擦拭 并在鼻头额头下巴处按几下 再用双手朝脸上扇风 棉花片以吸薄爽肤水 但拧不出水滴为最佳状态 棉花片太干的话 棉血留在脸上 也是件麻烦事 如果你用爽肤水是因为 喜欢脸上凉凉的感觉 那么可以将爽肤水 倒在掌心上 然后用手拍之后 用手指在脸上弹几圈钢琴 能帮助渗透 令表皮细胞更具弹性 还有一些爽肤水是具有 去除老化角质层功效的 比如说结肤水 那么一定要用棉球或者棉片 蘸取爽肤水后擦拭使用 同时尽量不要在同一个部位 反复擦拭 以免过度去除角质 爽肤水如何正确使用 最正确的使用方法 擦拭法 一将化妆水倒在化妆棉上 并使其充分吸收 二由内向外顺着肌肤的纹理擦拭 这样才不会过分拿着肌肤细纹的出现 三额头与鼻子部位 油脂分泌较多 可以适当地延长测试时间 最需要的使用时间 首先当然是早上醒来以后 其次是下午1点 空气是一天中最干燥的 落露的肌肤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电脑 空调或者日晒折磨 不干燥简直是失望 好了朋友们 感谢关注整时尝试了解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